歡迎回來我們的新智後裔 那今天呢我們就不戰鬥也不抽卡 我們來輕鬆閒聊一下 那來聊什麼呢 第一個來聊一下官方的最近一些重大更新改版 因為在4月21號跟4月23號 官方出了兩個未來往後營運方向的總監 這個是總監的信件 開發者日誌 然後多了蠻多的一些素質跟角色上的一些重大更新改版 那嚴格說起來啦 老實說新遊戲應該是不需要有這麼大的一些重大更新改版 因為正常新遊戲剛出來都是一些小bug 或者是一些玩家可能會比較有一些問題點的地方 對於角色跟素質上一般來說 遊戲公司一般都是會測試好 然後才會開發出來 那一般來說這邊比較不會有太大問題 結果沒有想到這家公司 一開始的時候現在搞出這麼多的一些炎上事件 那有人去RODY了一下 發現這個公司好像是娛樂公司吧 所以他好像不是專門在搞遊戲的 那目前來說我覺得這款遊戲啦 第一個真的是很好玩 那只是說 目前來說官方對於剛開服玩 真的大刀闊服改了太多 導致很多玩家可能他的權益有受損 包含理念的角色被削弱 然後你可能裝備 刷了很多就屬性被改落 所以很多玩家奉而退坑 那退坑的人真的是太多了 多到需要總監寫信跟大家講一下深感抱歉 這兩封信的開頭都是深感抱歉 那等下會來聊一下這兩封信的一些內容 包含數值的一些點評 然後還有角色有哪些變更的一些評比 然後大家一起來討論一下這樣子 那最後的話會分享一下 目前我玩這款遊戲的一些心得感想吧 那我們就來快速點評一下 那官方在4月21號跟23號公布的開發者日誌內容裡面 有蠻多的一些數值還有角色上的一些重大改動 我們一起來討論一下 那先來看一下4月21號 那簡單來說就是新知後遺從4月號開服之後呢 目前來到第四周 然後為玩家提供一些服務阿巴拉巴拉巴拉 簡單說前面就是抱歉啦 因為這個遊戲 而且還是指引的喔 這個開發商老實說遊戲真的是好玩 但是他們前面做的數值變動喔 跟角色的變動真的是 算是大到闊斧啦 這很明顯就是應該就是做遊戲的經驗不太夠 如果你像騰訊 或者是像那個網易 不過他們那種的話 一般來說 他們這種裡面的測試員阿 包含他們的一些那個內部測試 應該都是完整到之後才會放出來 所以一般來說剛開服不太會有這種 數值上來的大改動 一般都是Bug 小Bug比較多一點 那有人去就是 去考察一下 他好像是個娛樂公司吧 那做遊戲的話經驗不多 所以想說 其實他們遊戲是好玩阿 只是那個數值 感覺是內部測試不太夠的關係 所以他玩起來跟 就是玩家玩起來 跟他們官方設計的出來 感覺有點出入阿 所以簡單說反正就是一堆爭議啦 然後就是調降阿 那個無視防禦跟卡佩奇阿 直接調降 因為就是覺得四星角這樣太強 其實真的是強 但是你突然給人家調 重點是你還不能把資源拿回來 所以導致這種養成遊戲跟 LL其實不太一樣 就是LL不用養成嘛 但是他需要養成 那你如果 能把資源還過來給我們的話 增影可能會小一點 不過他也沒這樣做 所以反正就是很多損失阿 深感抱歉 反正簡單說平衡度 這種東西的話 就是以後呢 他不會說砍就砍阿 他會先預告跟你講他會怎麼砍 所以簡單說還是會砍阿 只是說他會起早跟你講那樣子 那個人要不要投就看 這種東西其實都還是會追求平衡阿 只是說 養成的資源 大家自己要那個小心一點阿 你現在強不代表強這樣子 好啦反正最後有一些重大變動 就是第一個阿 上限鞋子從160到210 這個還不錯 有些比較忙的話 你可能160睡個覺可能就滿了 所以他把那240 然後鞋子的補充時間呢 也有縮短 每天拿到的體力會變得比較多 然後再來的話是這個阿 比較重要的 如果一些無課小課玩家 就是強度沒有那麼高的話 原本一開始都是可以爆大腿的 然後之後把它改成-5跟正2 正2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等級如果是40等的話 你只能爆42等的大腿 40等跟42等 其實那個等級差異不大 那個強度也不會差太多 一般來說是每5等會有個差異 每5等之後你會 你可以那個角色升階 所以他的那個強度會差異比較多 所以他這次改成正-5 這個就比較好一點 至少你40等跟45等的強度會差異比較大 所以你爆大腿都比較有意義這樣子 那個正2沒什麼太大用處 好然後再來是最有真意的 這次變動的五星貝雷諾 我們的貝雷諾也是 就是毒弓 那這次因為調降卡費奇 讓人家很不爽之外呢 那本身自己貝雷諾的強度也用起來啦 沒有像雷弓跟雪弓那麼好用 所以其實抽的人可能也不多 所以他有調整了一下 第一個是普攻跟那個特殊技能 他變成不再往後退 其實毒弓的往後退是一個特色 那有些人把他當特色 有些人把他當缺點 那缺點的話我自己用的話其實也是 就是如果你開自動的話 你會看到他常常會那個跑出那個遊戲外 就是跑出那個範圍外 然後他又要再自己把他跑回來 所以一來一回很多在說 他在跳恰恰就是這個意思 那如果把他當特色的人的話 就是你手動控制的話 基本來說控制的好的話真的很強 因為他會把別人放風箏來說的那個 會比一般你單純往後滾的那個距離 還在更遠一點 因為他本身攻擊就是往後退 所以看個人 只是說很多人可能用習慣自動吧 或是比較少操作 所以玩家抱怨的比較多 啊他就把他改掉了 要不然我覺得這是個特色啦 只是你用自動很不方便而已 很不方便 不過改了就改了啊 直接沒辦法 然後再來是搶攻啊 射程有增加 這個還不錯 貝諾的一個最大重點就是他搶攻很好用 那他這個射程有增加也還算OK 然後再來是貝諾的共同攻擊啊 投射從第二階開始呢 會貫穿一次目標 然後再來是自動攻擊的時候呢 維持一定距離並且使用普通技能 這個是不錯 所以這什麼意思 就代表說 用自動掛機或者是自動在打架刷土的玩家 還是佔比較多的比例 所以他們還是以自動的考量為主 要不然如果你手動的話啦 往後退是真的還不錯用 好 然後再來是屬性的那個 一些調整吧 持續傷害呢 從原本的那個 那個1倍變成2.33倍這樣子 也還不錯啦 持續傷害高一點也行 那其他的話就是一些道歉 好 就這樣子啊 簡單說就是 把貝諾調整成自動比較方便一點 然後大概再那個buff一下 那如果你覺得他夠強 或者是你喜歡他的造型啊 缺了一隻毒攻的話呢 是可以考慮一下 那如果你沒有的話 其實也不用應酬 其實那個卡佩奇 我覺得他調降也沒有到很弱 他還是蠻強的我覺得 好 這是4月21號 然後再來是最新的 4月23號 那再來一樣啊 又是還是很多人抱怨啊 因為最多的就是 那個調整這個東西呢 他會追加一些屬性 再做一些額外調整 在5月2號的更新的時候會弄到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然後這個東西啊 提出這個東西啊 很多人在收刀具的時候呢 對抗一些防高的話呢 會把這個提供 那一般來說 無視防禦 穿甲效果啦 一般是比攻擊力 的效益會再高一點 那他是覺得說 高 這個實測下來啦 穿甲的效益啊 比攻擊力的效益 高了3倍的壓倒性的效率 所以呢他覺得啊 這個有一點那個太高啊 所以他要降低一下 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些 必要性的一些調整 那再來是 5月2號啊 會更新的一些 數值調整的內容來看一下 他這個的話 第一個比較重要一點 就是屬性的攻擊力齁 原本的那個 只有原定成長值的一半 這個會被修整 那為什麼呢 因為 像目前來說這款遊戲 我自己一開始玩起來啦 我發現他的那個 就是 呃 像比如說這個 我都是用那個普通攻擊嘛 古代戒指 這個是最一般使用的 因為就是攻擊 然後加上所有攻擊 啊所有傷害 那一般雙所傷害的話 其實效益還不錯 然後如果是像一些 屬性傷害的話 你會發現 其實屬性傷害的那個 就是趴數啊 沒有比普通攻擊的趴數高 太多 所以如果你以泛用性來說 還是以古代戒指 會比較適用一點 這種 呃攻擊力啊 傷害為主 然後爆擊爆傷這樣子 那所以他的屬性的一些 那個成長值 我覺得沒有比較多 所以我都還用攻擊 那這一次也講了啊 就是成長值被設定為一樣啊 所以他覺得 呃 就是失去了屬性攻擊的意義啦 那因為 某些詞條如果你太沒有用的話 一般 呃 畢業裝會比較好拿 所以這個遊戲的生命 就會比較短一點 那所以他就把它調整成 那個屬性攻擊啊 未來會變成 呃 原始普通攻擊的成長值的兩倍 所以 如果你要機體好一點的話 那你就要去刷 呃 你看你角色是什麼屬性 那你就去刷他的攻擊力 那你的攻擊力會比較高一點這樣子 好 這個是大概這樣 然後再來是屬性攻擊啊 不受趴數攻擊的一些影響啊 主要是有更大的一個基準值 好 這是他的一些這個東西 然後再來是比較重要的 再來呢 其他的某些東西 他也把它又改成設定上線 因為 某一些 呃 呃這些數值齁 如果達到一個基準點之後 你會發現角色會有質變的一個影響 那 就像那個 我們的那個 賽亞還是納燕啊 他把那個 呵呵 他把那個什麼東西啊 爆氣的 呃那個時間 呃降低減少 哦 瘋狂開大絕 你會發現根本打不死他 所以他就設定了一個上線 格檔啊 設定380% 減少廢陀氣量啊 設定330% 這個是最重要的 因為很多人 像比如說黑太陽 像比如說納燕 這種 消耗氣量的話 他不能把它撐到滿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 那個大絕狂開齁 真的很恐怖啊 那 所以他把上線啊 從那個100% 改成30% 所以你再怎麼撐啊 也是沒有用的 那等於說這個東西會 限制了某一些很強 就是 大絕狂開的一些角色 那就這樣子啊 然後耗費就是等於0 那所以他覺得 呃 存在不穩定狀態啊 所以需要調整 他會講原因啊 只是人家已經練下去的話 就很尷尬 像比如說黑太陽 像比如說納燕 那如果你已經起了那個裝備 的話就沒有用這樣子 好然後完全不消耗啊 這個東西 對啊 達到100% 你廢陀氣息完全不消耗 簡單說就是猛開大絕 那這個 這還搞個屁啊 所以他只把限定改成30%這樣子 好 但是這個東西 照理說應該是在他們 設計遊戲 跟設計角色的時候 就應該會想到這個問題 所以他們是沒有想到 所以就這樣子 那再來有做一些角色的一些調整 包含我們的黑太陽啊 也有buff的一些 那個 像比如說冷卻時間減少啦 傷害前期會比較強這樣子 然後金獅子啊 也有做一些調整 那亞特里奇啊 那個 就是獨裸吧 那一樣就是一樣 有做一些buff調整 他要把一些五星角啦 做一些調整這樣子 也是ok的 然後再來是那個 盧希安 盧希安那個 冷卻時間變短 這個還不錯 盧希安 目前我是6元嘛 6命的盧希安 其實是真的挺好用的啊 這個 那個盧希安啊 因為他很好抽嘛 那把他抽到6元的話 其實他的強度是還不錯的 好 然後再來是 炎柯王啊 那個安德雷 這個好像最遠在用嘛 炎柯王是還不錯 奧利克這個土的那個 應該也沒什麼在用吧 雷恩啊 這個一開始的角色 好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 3打3的一些環境啊 會存在一些遠程角啊 那個有點強啊 所以導致近戰 可能摸不到他 所以他會調整一下 近戰的那個監認值 被打印值啊 這些疊加的話 時間要減少 要不然 被放風箏的話 近戰真的很吃 很吃虧的 然後再來是這個 比較重要的啊 抽卡啊 記得我們等一下會抽一下 抽卡就是這個啊 保底啊 之前講說那個 小保底大保底 不延遲到下一池 所以他們覺得不延遲呢 你會專注在當前的角色 可能會幫助玩家 更容易抽到角色 這個我是完全聽不懂 他們在講什麼 他意思應該是說 就是你不用考慮下一池啊 你就是這一池趕快把它抽完啊 你趕快花錢把它抽完就對了 你不用再考慮什麼其他的東西啊 他的意思應該是這樣子 那我個人覺得這個 沒什麼用啊 就是一般 玩家想抽就抽 想沒抽就是留下一次再抽這樣 所以簡單說呢 改更新之後呢 限定池就是可以贏到下一次啊 你只要在限定池裡面 沒有抽到的話 沒有那個小保底沒有中的話 下一池的話一定會中啊 一定會中那個大保底的那個角色池 然後再這個比較重要 我們目前齁 只要組隊啦 每一次都要去自己這邊邀請啊 真的很討厭 所以他們這次第三個啊 那個組隊普遍 他們這次又把它那個 去做了一下自動匹配的功能啊 不需要再添加好友 然後你可以直接那個進入遊戲 跟路人可以一起戰鬥這樣子 這個我覺得是我所有裡面最喜歡的啊 包含這個啦 那個那個包地獅這樣子 那在5月16號會更新啊 到時候再看一下這樣 然後再比較重要的啊 就是他這次那個 有發放這個補償 補償是什麼呢 啊沒有他說 他沒有用補償的名義 他是說活動 那就是每天啊 200個星矢 8天共放1600 簡單說送你10抽啊 送你10抽 那目前的話 今天是那個第一天啊 第一天總裁 啊不是總裁 總監啊總監 準備的特別獻上限禮物這樣子 好啦就這樣啦 這是這一次的更新啊 我個人是認為真的是有一點 呃怎麼講啊 呃不能說出的包很多 我感覺他們對於遊戲的 呃玩法或是測試沒有到很足夠 所以剛出來的時候跟玩家 習慣就是已經比較完善的功能 比較沒有的話 那這個就是嘿 比較 呃增益會比較多一點啦 那我個人是覺得可能要 玩這個遊戲公司 他不是遊戲公司 他是娛樂公司 所以可能是他測試好之後 然後再盡量放出來會比較好一點 要不然 呃做這種大變動齁 真的是 很考驗玩家 對於這款遊戲的耐心 因為 我養的這麼辛苦啊 你給我 馬上給我下修 那我花的錢 我就跟丟到水裡一樣 玩家都會有這種 就是這種想法 所以目前的話 個人覺得他們可能要 怎麼樣都要先測試好啦 然後或者是 補償啊 或者是那種要及時一點啦 你可能拖了三五天一個禮拜之後 可能人都跑了 你才補償也就沒什麼用了 那總結一下 目前玩這款遊戲的心得好了 大概玩了當近三個禮拜了吧 從16號開始嘛 那目前已經準備要進入第四個禮拜了 那玩了三個禮拜的感想 老實說這款遊戲真的非常的好玩 以動作性質的遊戲來說 第一個他劇情真的是一流 沒話說 音樂也是 然後再來是操作的手感 如果你用電腦的話 你會發現操作手感真的很流暢 那手機的話會比較卡一點啦 取決於我個人手機就是好壞 像我用iPhone6是真的比較卡一點 那如果你用電腦的話 我這我個人覺得是非常的流暢 然後打擊感也都很OK 那就是 唯獨比較有一些缺憾的就是 遊戲的那個運營 就是他的運營 感覺不是那種專業的遊戲運營 所以他 不管是在面對一些BUG啦 或者是一些變 遊戲的一些更動 或是對玩家的一些 也不講態度啦 對玩家的一些反饋 就是可能讓大家覺得比較 感覺 觀感比較不好 然後不然他的補償 也是比較怪異 也是比較怪異 我覺得這款遊戲 未來的發展前景真的是很不錯 如果真的好好運營的話 就像他們 新之後裔一代的時候 我當初也有玩過一下 只是 新之後裔一當時的那個養成 比較像是 第七大道 第七史詩 所以他比較 比較偏要那樣的養成 就不是那種動作類型的遊戲 所以我就沒有玩 但是我覺得他個人的那個遊戲性 是真的非常好 玩起來真的是 會讓人家想繼續一直玩 就不會覺得很枯燥 無聊乏味這樣子 好 希望這款遊戲可以變得更好吧 只是 經過官方這麼一鬧之後 可能 留下來的玩家 也不確定那個 就是還能活多久這樣 我個人覺得 是真的還可以長期遊玩一下 如果官方會越來越好的話 像之前尼姬 也是有經過一次大岩上之後 目前也是越來越好 OK 那喜歡這歡迎支持旗下 我是虛擾 改收盼 下次再見